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COP28中气候承诺存在三个重大差距 现在秘密的在线行动需要高级官员的批准 上海将米哈油、山汤科技和中小企业 纳入首批40家科技龙头企业 像水和电一样 中国轰域统一计算网络 Tom Ford的时装屋正在推动ZINA的奢侈品扩张 请大家收看 COP28中气候承诺存在三个重大差距 华盛顿邮报 气候紧急基金Saf宣布演员杰里米·斯特朗加入其董事会 Saf是一个慈善基金 为基层组织提供资源 致力于解决气候危机 斯特朗因在电视剧继承者们中的角色而闻名 他表示加入董事会是因为他相信有组织的人 金钱和力量可以帮助改变权力和资源的平衡 持受气候危机影响最大的社区受益 他补充说 该基金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于创造我们所需的变革至关重要 斯特朗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曾经抗议使用化石燃料 2020年 他在反对达克他访问管道的示威活动中被逮捕 Saf成立于2019年 由电影制片人罗里·肯尼迪和已故美国参议员罗伯特 F·肯尼迪的女儿以及其他几位环保主义者共同创立 现在 秘密的在线行动需要高级官员的批准 华盛顿邮报 美国军方已经限制了在海外使用虚假在线身份 并现在要求高级官员批准秘密在线行动 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决定 是在去年由时任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林 卡尔发起的审查之后做出的 卡尔于7月辞职 此举是由于围绕五角大楼使用秘密信息行动的争议 导致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了150个虚假身份和媒体网站 这些账户曾被美国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使用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称 这些账户的删除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外的信誉 上海将米哈游、商汤科技和中小企业 纳入首批40家科技龙头企业 南华早报 上海市政府已将40家企业 列入首批科技领军企业名单 其中包括美国认可的人工智能公司 商汤科技、SenseTime和视频游戏 工作室米哈游、米厚优 这些企业有资格获得一系列激励措施 从租金退款到研究补贴 因为上海正在努力发展其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 然而 精心挑选的冠军能否达到预期还有待观察 商汤科技正在努力实现盈利 而上海微电子设备公司尽管提供了数十年的支持 但尚未交付中国第一台国产28纳米光刻机 像水和电一样 中国呼吁统一计算网络 南华早报 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一个国家计算网络 以促进中国的数字经济 该网络将把超级计算中心的现有计算硬件连接到基于办公室的系统 并将帮助该国开发半导体芯片和利用人工智能 计算能力的提升也将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和企业使用数字服务 中国超过41%的经济产出来自数字经济 包括电子商务 软程办公和拼车 Tom Ford时装屋正在推动Sina的奢侈品扩张 彭博社 意大利时尚品牌Armene Guido Segna首席执行官Armene Guido Segna表示 正在寻求扩大其Tom Ford品牌 以其成为全球十大最重要的时尚品牌之一 该公司希望将Tom Ford门店数量增加一倍 达到100家 并将收入每年增加10%以上 Ginia Gina最近收购了Tom Ford International 并将其视为将这家传统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时装公司的关键 中国能否摆脱基辛格对美外交政策的阴影 南华早报 据南华早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的去世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知识差距 基辛格受到中国领导人、外交官和学者的高度评价 据报道 他的书是有报复的中国外交官的必读之作 然而 批评人士质疑基辛格在北京的特权待遇和他的咨询业务 文章认为 中国需要发展一种更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理论 并改进对美国的研究 以对抗西方理论的主导地位 中国对穆迪将主权债券展望下调至负面感到失望 南华早报 穆迪已将中国主权债券的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理由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将向财政紧张的地区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制度实力构成广泛的下行风险 穆迪上一次下调中国信用停级是在2017年 此次下调之际 中国正准备审视其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情况 并未明年制定经济政策 财政部表示降级是不必要的 黑海风暴使俄罗斯原油出口跌至三个月低点 彭博社 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已降至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黑海的风暴连续第三周中断了运输 在截至12月3日的四周内 俄罗斯港口每天运出约304万桶人油 比上一时期减少12.5万桶日 俄罗斯与欧佩克加集团的其他成员 已同意在2023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产 明年第一季度 该国将进一步削减石油出口 将至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以下50万桶日 这些减产将在原油运输和成品油之间分享 原油运输量将减少30万桶日 自2022年2月莫斯科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流向欧洲国家的海运原油流量已经崩溃 结果该国几乎失去了 消耗约150万桶日的短途海运原油的所有市场 腾讯将关闭直播服务 现在正处于最新的整合行动中 南华早报 腾讯控股正在关闭其直播服务 作为其整合其各种业务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现在允许用户进行和观看直播 将于12月26日正式停止运营 用户可以选择退还未使用的虚拟资产和礼物 或将其转移到由腾讯支持的独立游戏直播平台虎牙 在此之前 腾讯最近决定关闭其目音乐流媒体服务 并早些时候关闭了企鹅FM在线音频平台 由于北京更严格的监管 中国的直播网站正面临着更严峻的商业环境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 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升级是一种自然的举措 南华早报 预计日本将在即将到来的 日本与东盟官方合作50周年纪念峰会上 加强与东盟的关系 此举是日本为了对抗中国 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采取的 东京将于12月16日至18日举办东盟领导人纪念峰会 讨论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未来 在9月份的一次峰会上 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举措被视为对中国与该地区接触努力的回应 日本提升与东盟的关系 被视为维护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 而不是反华行动的一种方式 日本已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 并通过其官方安全援助计划提供防务装备 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可能对日本的安全援助有所担忧 但总体而言 东盟成员国并不一致地对抗中国 使东盟成为日本与该地区接触的相对安全空间 蔚来汽车销量落后 收入前景低于预期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EV制造商蔚来汽车EO 公布季度亏损46亿元人民币6.44亿美元 收入和电动汽车交负量前景低于预期 蔚来汽车预计 截至12月的三个月收入将高达167亿元人民币 地域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14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预计本季度将售出47000至49000辆汽车 而分析师此前预测销量为59426辆 蔚来汽车已经裁员10% 并考虑玻璃非核心业务以降低成本 该公司的股价今年下跌了25% 美国在Top28期间公布了将核聚变商业化为 清洁能源的全球战略 雅虎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周二表示 美国将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 加快努力使核聚变成为新的无碳能源 核聚变可用于为汽车提供动力 为家庭供暖和制冷 以及目前通常有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其他事物 这使得核聚变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在主要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是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 尽管如此 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风能、太阳能等其他清洁技术目前正在使用中 并且可能会增加 我们越来越接近核聚变驱动的现实 与此同时 是的 存在重大的科学和工程挑战 克里在迪拜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时说 仔细思考和深思熟虑的政策对于驾驭这一点至关重要 核聚变不会产生核裂变的放射性废物 根据核聚变工业协会Fusion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数据 在使其成为实用且可能无限的能源的全球竞赛中 迄今为止已投资超过60亿美元 巴拿马运河从贸易催化剂变成咽喉要道 彭博社 由于干旱 巴拿马运河正在经历延误和限制 干旱降低了附近湖泊的水位 该湖泊用于管理通过其船闸的货船的深度 因此 每天能够通过运河的船只越来越少 造成延误 迫使船只在支付高额费用以跳过对列 或在南美洲 非洲或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更长航线之间做出选择 随着巴拿马进入一年一度的旱季 巴拿马运河的拥堵 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恶化 旱季通常持续到12月至4月或5月 连河的限制和延误增加了航运成本 并给正在努力抑制通胀的全球央行行长带来了阻力 为什么欧洲在全球创新竞赛中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南华早报 管理学教授弗朗西斯 德·维里库尔 Francis Divericord表示 欧洲有可能错过深度技术革命 就像中国错过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 虽然欧洲在基因组学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AI等领域落后 但美国和中国正在大力投资深度技术创新 Divericord表示 欧洲的创新滞后 是由于缺乏促进深度科技企业 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和分散的监管的系统 并补充说 资本和科学专业知识的全球流动性 加剧了这些因素 上海市政府希望微软在该市推广人工智能技术 路透社 上海当局表示 希望微软在该市推广人工智能 AI技术 以促进当地企业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 在与微软总裁兼副董事长布拉德 史丽丝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要求 政府还表示愿意与微软合作研究技术相关的治理框架和标准 COP28 2023年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创历史新高 德国之声 根据全球90多个机构的科学家的一份报告 2023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全球碳预算报告预测 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达到368亿吨 比2022年增长1.1% 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印度和中国 报告认为 现在不可避免的会超过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目标 中国还是英国 斯诺克冠军奥沙利文明确他想在哪里度过圣诞节 南华早报 斯诺克选手罗尼 澳沙利文 Rani O'Sullivan为他接受邀请参加中国利润丰厚的赛事的决定进行了辩护 澳沙利文此前曾支持5名球员 他们被世界斯诺克巡回赛WST告知 10月份前往澳门参加展览将违反合同 澳沙利文和其他球员也将在圣诞节期间前往澳门参加勇力呈现2023澳门斯诺克大师赛 澳沙利文说 中国的经济回报和大量的人群使他很难拒绝邀请 他补充说 他试图限制自己离家的时间 并希望为更大的比赛节省时间 亚投行敦促公司合作为减缓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资金 南华早报 亚投行负责政策与战略的副行长丹尼 亚历山大Denny Alexander表示 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 必须增加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支持脆弱国家气候韧性项目的投资 他表示 目前的资金水平不足以满足需求 并呼吁将重点放在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低碳能源转型项目上 国际能源署预测 到2030年 清洁能源投资将需要占全球能源投资的90%以上 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目的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 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风险 路透社 目的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原因是对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深化的房地产危机感到担忧 该评级机构表示下调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政治表明 当局将不得不向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这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制度实力构成风险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人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世界各地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吧 首先,我们了解了COP28中的气候承诺差距 尽管许多国家承诺加大力度应对气候变化 但仍然存在三个重大差距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实现减排目标 并未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社区提供支持 接下来是关于美国军方限制在线行动的新闻 由于围绕军方使用虚假身份进行秘密行动的争议 美国决定限制在海外使用虚假在线身份 并要求高级官员批准秘密行动 这一举措旨在保护美国在国外的信誉 并确保在线行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然后我们来关注上海市政府将40家企业 列入首批科技领军企业名单的新闻 上海正在努力发展科技领域 这些企业将获得各种激励措施 以帮助他们在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接着我们听说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一个国家计算网络的新闻 这个网络将连接超级计算中心的计算硬件 并帮助中国开发半导体芯片和利用人工智能 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并有助于更多的人和企业使用数字服务 接下来是关于时尚品牌Tom Ford推动Xena奢侈品扩张的新闻 这是一个关于时尚界的故事 Tom Ford时装屋正在支持Xena实现其扩张目标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时尚品牌之一 然后是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需要发展一种更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理论 并改进对美国的研究以对抗西方理论的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关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深入讨论 接下来是关于目的下条中国主权债券展望的新闻 这下条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 这对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构成了一定的风险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然后是关于俄罗斯原油出口下降的新闻 由于黑海的风暴 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已降至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这对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能源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接下来是关于腾讯关闭直播服务的新闻 腾讯控股正在关闭其直播服务Now 作为其整合业务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重要变化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然后是关于日本与东盟关系升级的新闻 预计日本将在即将到来的 日本与东盟官方合作50周年纪念峰会上 加强与东盟的关系 这是一个关于亚洲地区地人政治的重要发展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接下来是关于未来汽车销量落后的新闻 未来汽车公布了季度亏损 收入和交付量前景低于预期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全球汽车市场竞争的故事 最后是关于美国全球战略 将核聚变商业化为清洁能源的新闻 美国将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 加快努力使核聚变成为新的无碳能源 这是一个关于能源革命和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发展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